朋友们好 我现在是在巴塘的宾馆 今天可不能再水节目了 我们能得来说说正经的话题 我是昨天晚上10点多才入住的酒店 也不敢洗漱就直接躺到床上翻手机 看到海关总署发布了今年4月份和前4个月的货物贸易进出口的数据 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吧 形势非常喜人 不仅是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而且正在带动着全世界的经济格局重构 今天咱们的节目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说正题 第二个部分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昨天在318国道上从巴塘到巴塑这400多公里的旅行 虽然说艰难无比 但是也是收获满满 4月当月吧 进出口是增长了8% 其中出口增长5.1% 进口增长12.2% 今年的前四个月 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13.81万亿元 同比增长5.7% 其中呢 出口7.8亿万亿 增长4.9% 进口6万亿 增长6.8% 就单说这个数据啊 没有什么意思 我直接跟大家聊聊我的想法吧 上个月呢 也就是三月份啊 中国的外贸数据出现了大幅的下滑 特别是出口是衰退的 有人就说了 中国要完 当然了 很多人都是知道背后原因的啊 那是因为去年的三月份吧 它是大幅增长的 基数太高 去年三月份的出口好像是增长了14%吧 要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话 好像是增长了23% 那这个增长幅度啊 忒吓人 在如此高的基数之上啊 今年三月同比下滑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呢 我们着重要看四月份的数据 现在数据是出来了啊 这是正常的增长啊 其实这里面的含义是很深的 这说明我们国家在金出口贸易这一块啊 已经算是彻底的稳住了 而且呢 大角度的华丽转身也完成了 数据这玩意儿吧 它是需要和历史对比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找一下 从就是从2010年开始吧 我国就成了世界第一的工业国 制造业占全世界的比重呢 是逐年在上升的 但是呢 咱们国家的外貌啊 却表现不出来这一点 实际上从2009年到2019年 也就是疫情爆发的前一年呢 十年的时间 我国的外贸总额 它一直都在2.5万亿左右徘徊啊 就跟一条直线差不多 十年了都不怎么增长 这其中的原因吧 我大概总结一下啊 呃 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 我国外贸出口的主力 大家都知道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比如说服装啊 呃 鞋帽啊 袜子啊 还有一些轻工业品 这个比重大概是占到了70% 从2010年到2016年 这几年间吧 这几年间里面高附加值产品的 其实它还没有起来呢 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呢 也面临着分流的问题 也就是不断的流失到越南呢 就这些低收入的国家里面 呃 这应该是我国外贸起不来的原因吧 后来到了2017年之后啊 那咱们又面临着一个 发达国家市场壁垒的问题 我们知道川普是2018年的时候发动的贸易战 但是实际上从川普上台 2016年上台开始啊 中美的贸易就已经开始不好了 这两三年的时间吧 欧美呃 对美市场连带着对欧市场的萎缩 对我国的外贸造成的影响是负面的 不过呢 好在就那几年吧 我国的高附加值产品 基本上开始起来了 它对冲了一些损失 总体而言吧 应该就是以上的原因 造成了我国外贸十年的时间呢 停步不前 不过这十年啊 国内的房地产 那是经济增长的主力 外贸显得不算太严重 国民经济呢 反正一直都在增长 然后 疫情来了 国外的生产链被打断了嘛 而我国防控有力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外贸就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哎呀 一年一个台阶 最高达到了3.5万亿的规模 现在嘛 一直稳定是在3.3和3.4万亿左右 呃 那 现在疫情已经结束了 没结束也结束了 啊 全世界都回归到了疫情前的状态 所以很多行业人士啊 都表示担忧 说 会不会我国的外贸 会不会也跟着下来啊 这也是我们 非常关心近期的 进出口数据的原因吧 但是呢 很可喜啊 经过了这一年多时间的检验吧 特别是经过了所谓的什么 发达国家 补库存周期的检验之后 外贸数据 依然是稳如老狗啊 那现在可以放一大半新了呗 就是说这个台阶啊 已经上去了 就不会再下来了 咱们不仅是规模上上了一个台阶啊 而且呢 出口商品的种类 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就这三四年的时间 大家看 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 已经成了主流 现在占比已经达到了70% 那发达国家 现在看到中国商品都害怕 感到恐惧 这一点 大家都看在眼里啊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哎呀 疫情啊 本来是场灾难 但是对于中国的外贸来说 却成了飞跃的机遇 其实呢 还是我前天在卢定桥上的感悟啊 哪有什么国运啊 有的只是汉不畏死的勇士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吧 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人 发扬了伟大的集体主义精神 每一个人都做出了牺牲 我可并不是在为疫情中的苦难在唱赞歌啊 虽然我们后期做的也并不完美 但这就是事实啊 并没有什么国运 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和牺牲付出 我们换来的 太悲壮了 咱们还是来插一个中场休息吧 我先来一段昨天在天路七十二拐的观景台上 拍到的日照金山 然后我们再来继续说 为什么说中国的金出口数据啊 可以看出来世界的经济格局正在重构 今天一天 从八堂到八宿 路程四百多公里 非常的辛苦啊 开车开的实在是受不了 但是朋友们看 我身后日照金山 就这一个景 今天所有的辛苦 全值了 我们继续啊 前四个月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增长是8.5% 出口增长了10% 进口增长6.1% 排名第二的是一带一路的国家 贸易增长是6.4% 其中出口的增长是6.7% 进口增长6% 剩下的美国欧洲日本 这这这这都不用看啊 这都是负增长 因为正在脱钩嘛 这也是欧美日韩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那为什么说 这些外贸数据意味着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呢 我先说一个大家都听过的词啊 来料加工 其实呢 现在正和中国扩大贸易规模的这些国家 大部分干的都是来料加工的活 从中国进料加工之后出口 来料呢 它只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啊 具体所指可就多了 包括但不限于资金 技术 生产设备 出击原材料 从哪来呢 当然是从中国来嘛 从海关总署发布的分项数据里面呢 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点 东盟一带一路 还有拉丁美洲 在日益扩大的来料加工的过程中啊 正在加大与中国经济的绑定 未来他们挣钱了 自然呢 中国的高附加值产品呢 也就有了更多的海外市场 这种以中国为中心 以制造业为主的环球经济体啊 正在出具出行 这就是从外贸数据当中 我们看到的变化 中国同这些外围经济体的外贸增长 有力的支撑了我们的进出口数据啊 我们的进出口贸易啊 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之后 不再往下掉 不过呢 我还是有一点担心啊 就是对于拉丁美洲的绑定 这个观点呢 我前一段时间发表微头条的时候说过 比如说有很多中国企业啊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在扩大 扩大在阿根廷的生产规模 墨西哥啊 生产规模 这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啊 发达国家在我国投资办厂一样 中国此举一定会大幅提升 墨西哥的制造业实力 那么未来 一旦未来有一天 墨西哥在中国的帮助下 在中低端制造业的领域上 有了不俗的实力之后 跟中国翻脸了怎么办 那么我们会不会给美国做了嫁衣呢 一旦到了那个时候 你看美国有高端制造业 有资本 有技术 有创新 墨西哥呢 有中低端的制造业 而加拿大可以提供能源和原材料 这不就是美国梦寐以求的制造业回流吗 高中低端制造业全齐了 哎呀 完美闭环啊 墨西哥有制造业 其实就等于美国有了制造业 美国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和愿望 去帮助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实力了 但是中国有啊 中国有这样的愿望和实力 等到中国把事干成了 那美国直接摘桃子的愿望和能力啊 还是有的 不仅有 而且还很大 到时候换一个反华亲美的墨西哥新政府 那对于美国来说 比换件衣服还要简单的 这就是我呢 一直有点担心的 其实我对巴西也有类似的担心 虽然说现在的巴西总统卢拉 是很清华的 但是对于这种政府轮换的国家呀 我们可不要忘了 上届的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 号称小特朗普啊 他可是反华的 还有阿根廷 多明显的反变例子 不过呢 对于东盟啊 中亚甚至是非洲 或者说多数的一带一路国家呀 还是不用太担心啊 因为这些地方吧 中国有投送力量的能力 或者说呢 过不了几年就会有这种能力啊 又或者说 现在就完全在中国的能力范围之内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他们变天啊 不过呢 对于拉丁美洲 特别是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呀 中国和美国的力量悬殊啊 忒大了 而且几十年的时间 你也不要指望逆转 所以说呢 就不得不让人产生担忧啊 好了 主题算是说完了 咱们进入花絮时间啊 昨天我是从巴塘出发 一路奔袭400多公里啊 翻越了五座高山 三条大江 开车十二个小时多 到了晚上十点半 才到了巴塑 累得跟死狗一样 400多公里 你要说不长 但是上山下山呢 还有不少炮弹坑一样的路段 走的是非常艰难 哎呀 在天路七十二拐的观景台上 海拔是4600多米 主要是动作大了点啊 加上呢 有点小激动 反而搞得 有点疲累 平均4000多米以上啊 折腾了一天 你要说不累呢 是假的啊 毕竟呢 也不年轻了 加上今天我还要做节目 所以呢 我准备啊 在巴塑 多住一天 好好地修整一下 明天出发 去观赏美丽的燃乌湖 和莱骨冰川 结尾呢 附上一点 我拍的图片和视频啊 拍的不太好 大家见谅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